我先問我老婆 看看她說可以說到哪裏 籌備得都七七八八 因為首先我們不是很多人 變了又不是太難搞的 但我就沒時間 因為我又要拍這個劇 這個劇未拍完 其次就是未來新聞女王要開始宣傳 所以未來我也應該沒時間 搞這些單身派 師弟馬國明和湯羅文即將在聖誕節前舉行婚禮 這天馬明出席新劇《非常日志活動》 受訪一會說到未來老婆靚湯早前飛韓國舉行單身派對 馬明說她玩得很開心 但她自己就因為工作太繁忙 沒時間搞派對了 說到婚禮籌備進度 馬明今次醒目落閘 說要問過老婆才可以說 不過她坦然沒有時間去杜蜜月 因為新劇要拍到月底 之後就要投入新聞女王的宣傳工作 所以舉行完婚禮之後 要立刻趕回香港開工 至於兩湯之前公開表態 說想在婚禮聽她唱歌 記者問她準備好為老婆獻唱味 怎知馬明立刻表示應該不會 她還說可能沒有準備才是驚喜呢 她又說自己平時一向都不唱歌 除非在登台賺錢 記者叫她在婚禮唱當登台 她又說不行 或只是享受賺錢唱歌 我要